蝦米 絲瓜配蝦米 是一道很簡單 但是它又會有點湯汁 讓你可以和飯的一道菜 所以今天我要來做 絲瓜蝦米 那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你要挑一根好的絲瓜 好的絲瓜 它不能太軟 然後它要重 重的才會有水分 那 它需要先被 那個叫什麼 跑 去皮 就是順著這樣子跑下來 最後再把頭去掉 然後它就變成這樣一根嘛 所以對切 對切完 我會再對切 然後 切 一塊一塊 那不要太厚也不要太薄 差不多像這樣子 切完之後我先推一邊 然後我很喜歡吃大蒜 你把刀子 直接這樣放在上面 敲 你把它敲碎了之後 你看 一整顆就會這樣子完整的剝下來 好 這是我看那個 Master chef 然後呢 然後呢 把它切片 先開到大火 然後大蒜先下去 只要讓它有一點點sicilline的聲音 動它個兩下 讓鍋子都是那個大香的味道 大蒜的味道 好咧 然後就可以把全部的絲瓜 都丟進去 快速的把它炒一炒 讓它均勻有受熱 但是先等它再受熱一點點 就倒 加完水之後 水會被那個火給收乾 然後絲瓜同時會有一些黏黏的 湯汁跟水和在一起之後 它就會變得有點半透明 然後蝦米 嗯 蝦米是看個人喜歡加多少 我都是這樣子一把 就是一把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香 蝦米本身有鹹度 所以呢我們放鹽的時候 然後要小心不要太鹹 所以先一咪咪的加 喔 不夠鹹 嗯 乾一點 哇好燙 再吃一口 好燙 嗯 嗯 再一點 嗯 好不夠喔 火關掉 好啦再一點 所以真的我覺得 自己說要加多少鹽那些都不準 就是要看自己的口味 然後 因為蝦米的鹹度也都不一樣 OK 健康又美味的午餐晚餐就完成囉 刀子定在一個地方然後你手像貓爪這樣抓住 刀子前面不要動然後你只要動下面後面這邊就這樣 你看 這樣就不會切到熟 然後也可以很完整的一片一片一片的切下來 我覺得這是個很好的小撇步